大家好 今天是9月29日 星期三也是9月期止的結算日 市的表現其實說真的 是比預期中為好 因為美股昨晚道指跌了569點 納指亦都大幅度下跌423點 唯獨是港股反為有少少反復 回穩的形態 指數今早先低開224點 去24276 曾經一度再跌落24,045點 但午後 在回控主要南走拉洞之下 曾經一度上去24,684 是倒升184點 而且亦是咬著十天線樓上 能否保持這個勢頭就比較關鍵 不過說真的 9月份只剩下加月天後一天 有沒有更高的指數根本上一點都不重要 現在的焦點是要擺在10月份 市怎麼行 10月份還有些不明的因素 包括美股在高台上的反復會否持續 始終10月份都讓人感到不安 第二 恆大的債務問題 其實來說 好像有少少聽到舒緩 但我覺得問題不會三朝兩刻解決得到 情況是怎樣 我們還要給時間去看 面對不明的因素 投資者現在這分鐘最好按兵不動 首差現金 靜觀其變 去到10月份的初旬之後 形態是怎樣 技術是怎樣 我們再行定奪就比較好 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